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实际上这是一首为颐和园打造的主题歌曲 欣赏一首国风歌曲 我们首先欣赏歌词 这首情不由衷的歌词其实并没有很浓郁的文字韵味 相比较方文筛的词作 少了些词造的堆砌 却多了些朴实的美感 这是其风格的特点之一 全词景色与情感各参半 在景的描绘当中采用了感悟和哲学的方式 与少量的景相融合 显得浑然天成 在与情感触发之时 又碰撞出了感情色彩的火花 不屑碎碎又花红 这句歌词也成了其中的妙笔 又岁月的更替 描绘出自然的生命常态 充满升级感 也有了故事感 也正如颐和园一般 而心底泛开涟漪 蕴开我的梦 更是隐患为时 从内心的梦境当中 抽显出了真实感 可见词作者文字公体非常深厚 春花秋月如何懂 这句歌词有词作 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悲情 但改动的词汇也让悲情化为了惆怅 这是其中精妙之处 若将如何替换为何时 变成了岁月中的悲凉感 且与岁岁二词有了崇敬 而周深的演绎也是这首歌的灵魂之处 经典国风歌曲搭配上好的声音 能够添了些许的色彩 而周深是那种空灵纯净的声音 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 能够欣赏出一种自然的味道 而周深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 从细节之处也让人盯到了它的进步 不仅在开头让人游四入镜 仿佛体验了颐和园的景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故事性 在后续抒发情感的阶段 更是把其中的感情色彩完美发挥出来 尤其是不屑碎碎又花红当中 略淡一丝丝的感叹 更将其中的故事感完美地发挥出来 在这首歌曲的演唱中 细节之处铺满 有时以气声的变化 更是添增了结分的美 周深在这一次的新歌当中真的进步了 曾经在经典有流传当中 就有老师跨过他演唱天赋 他在歌唱的时候 自己都能够陷入到歌曲当中 自然能够将歌曲发挥好 从天赋这一点 他确实很强 从足够的努力 也让他进步明显 国风经典一直存在 但这首《情不由衷》出现之后 也是将国风弘扬 也许歌曲有不同的例行 不同的变化 但经典的国风音乐的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希望周深为了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周深现在的唱功 若眼可见的进步呀 蒙命唱将前后两季听得出来 他的低音更加自如了 高音更紧了 可以说 深深一直在努力地将天赋打磨到极致 分享一句新闻当事人对他的评价 我要多努力才能让你看起来毫不费力 路人听起来轻轻松松 但深深的歌又有几人能够驾驭呢 虽然他不仅比土豆时期好很多 甚至比刚出道大鱼那一年还要进步超级多 从大鱼开始 他的嗓音开始有了画面感 2017年的《农情但如你》这首歌特别震撼 《农情但如你》没有吟唱 没有美声 没有和音 但是他却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作品 多听几遍 给我的感觉他比大鱼的造诣更高 这首作品可以说是做到了很多老唱将都达不到的境界 广阔而完整 轻重有度 柔润有云 男生能够唱女嗓的歌手不止周深一个 不是说男人能够唱歌女生就稀奇 周深的声音太美了 如果部分男女只用声音比美 周深的声音就是角色 而且声线风格多变 能够唱男高音 女高音 女中音 女高音 同音 此外唱功唱伤在90后也是一流的 感觉就是深深的声音非常稀缺宝贵 应该属于千年等一回 同时他又那么努力 应该属于国宝级的声音 应该给他更好的发展条件 好好的爱护 让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账犯光彩 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得以有幸听到这么贵的声音 比女生更加清澈通透 特别是高音区啊 一般有些去到高音区就变厚了 除了王菲 在高音区能清灵感 如末日飞船 但听过他唱千以千寻的主题曲 就发现这不是女生是同音 它是在女生和同音的特色 周深自己说过 他从小声音戏被同学笑话 所以从小养成了压嗓子说话的习惯 现在已经不知道放松说话是啥感觉了 所以我们听到他说话 普通男性的薄嗓子已经是他压过的了 这些人确实很优秀 但是他还需要更优秀更专业的 能够在某一段时间内 只服务于周深的全方位的制作人 这些人里边有些人是歌手 做词做曲都不错 但是和专业制作人还是不一样的 他的粉丝比他本人更怕高调 他目前的唱功和唱商已经是一流水准了 现场很牛皮 但是还是属于年轻新人级别 现在出道每个10年8年 后面每几个大公司合作真的很怕被阻 就保护吧 我觉得他可以试着由外转内发展 那些外文歌剧和经典的音乐剧 真的也很适合他 唱功多好呢 一位专业老师说 声音控制的能力国内前五 一名专业的老师说 学唱歌的同学们多听听周深的歌 练习练习自己的声音的多种可能 还有一位专业老师做recussion 听周深的memory 高冷的他最后泪流满面了 还有去看看国家队雨底 王凯的评价 去看看李克勤的眼神 还有最好的唱功是不留痕迹的技巧展现 所以亲爱的旅人 有可能的夜晚简简单单直击人心 真诚的唱好每一个音乐 就是最好的唱功 总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精神和好运 都是他人品和善良的累积 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音乐人赏识和帮助 不是某些黑子低俗的印象 更别说他的实力不用质疑了 我们应该高兴的是 有实力的人得到认可 而不是看着他被黑被埋没 所以请放下偏见 回归音乐本身 去欣赏和理解 任何一个有才华有实力的歌手 周深不是战战兢兢的做人 他是敬畏歌手 敬畏舞台 敬畏听众 他什么都可以放低姿态 唯有唱歌 他是非常非常认真学习演唱的 这次中秋版本的左手指乐 依旧是好听哭了 因为香蜜沉沉浸如霜大火 由萨典鼎老师创作的歌曲 左手指乐 在央视中秋晚会上再次重新演绎 不过这次萨典鼎合作对象 却变成了周深 听了这首歌之后 大家就一个感受 两位神仙级别的歌手 真的唱得太炸太好听了 竟然是视听盛宴 不过除了关注二位老师 这次的合作绝佳特效 和美轮美奂的舞台 小斌也注意到了 观众们有那么一点的疑惑 两位老师的高音 怎么突然就低了呢 众所周深 萨典鼎和周深 唱高音是首到前来 尤其是萨典鼎老师 这首左手指乐 也是一直被称作 是歌手们不敢轻易尝试的神作 原因就是高音太高了 非常考验歌手的音韵 被视央视这版 左手指乐听起来 虽然二人的声音 柔美相继 完美融合 但高音部分却有些使不上力气 没有以往那么经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次让视的 中秋晚会大排云集 和以往的节目一样 采取录播的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 艺人和歌手们 经过现场采排之后 相应的节目 还要经过后期的处理 对于音乐节目 比如也要做一些修音的工作 不过对于 实力非常强的歌手来说 现场和专辑录制差别并不大 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 只需要处理一下 周围环境降到就可以了 而很明显 对于萨典鼎老师 和周深这把的左手指乐 后期进行了修音 很明显就是在高音部分 据观众们的感受来说 录制现场两位歌手都非常卖力 高音部分只能用一个炸字来形容 声音直击天良盖 可见唱的确实非常令人激动 比正式放出的版本更加震撼许多 而且两位歌手合作也相当默契 提到对方都非常认可 比如说萨典鼎老师 认为周深唱歌非常棒 而周深则盛赞萨典鼎老师 人美歌唱的好 词做的也好 两位大神可谓是心心相惜 也难怪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这么好了 不过目前的版本仍然是非常好的 周深和萨典鼎虽然算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非常默契 而且声音上也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也许后期这样做 也是为了让大家随着音乐 尽情的沉浸在这美妙的歌声当中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